春节倒数金山区的温泉业者已经想好走春行程等汤客来玩 金山阳明山温泉区有业者每年都会订出不同的主题 今年是将酒店大厅改造成50年代的样貌 还有家庭拍照区 邀请民众穿起年轻时最流行的服饰来拍照 农历新春走春是习俗 也是惯例 炸暖 黄寒 冷冷的天气 不少民众选择到金山泡汤 也趁着温泉季的活动 不但有泡汤还有好吃好玩移应俱全 金山阳明山温泉区就有业者每年都会定期出不同的主题 邀请民众泡汤游玩也可以主题装扮 今年更是将酒店大厅改造成50年代的样貌 还有家庭拍照区 要给汤客新春不一样的早春感受 恭喜发财 新年到大家都会喜欢就是说 这个过年期间呢 然后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宗庙啊 然后去拜拜去走春 那初日出入呢 金山这边有个非常有名的庙 就是我们的金山采食庙 那如果来到这边金山采食庙 除此之外呢 那也可以到我们达明山 这边有一个金珠送村已有的活动 然后可以来这边呢 就是来吃个我们这种午餐 然后泡个汤 到结束之后的话呢 下午可以到我们高速聚落 然后来去走春 然后来去体验一下当农夫的一个活动 烟酒公卖局的牌子 尾士排摩托车 还有印象管的旧电视 让大朋友回春 也让小朋友感受50年代风情 过年一定要拍全家福 还有复古沙发留声机 以及老电话 打造复古的场景 就全民众复古的装扮 打造衣服 50年代大家庭的和乐气氛 就是买这个 那是那个老年大的这个书 会送我现在头顶上的这顶橘色的帽子 让我们大家喜欢到 就是50年代的一个复古风 那这个卖书的所得呢 就是我们会全数捐赠给我们的 就是基督教借菜总会 那也是帮助这些 比较弱势贫困的家庭的小孩 他们在就是春节开学的时候 他们可以有一个就是 助学一个基金 走春拍照还不够玩 在二馆还有与那个年代 作者合作的画展 可以提供民众细细回味 50年代的年少青春 另外走春还可以做公益 只要买书 业者就会捐出所得 给基督教借菜整会 苗儿助长计划 帮助弱势儿童 突破生命的限制 借此也让弱势的孩子们 展开人生的无限可能 记者拉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 展开人生的无限 我顺客